男人挑战逃出十个夺命陷阱 只要闯过去就能赢到一百万美金 每一关的难度都像和死神赛跑 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全村吃喜 他能挑战成功吗 第一关是逃出铁笼 两边是带刺的墙壁 必须在他聚拢之前逃出去 否则就会被扎成肉饼 杰森一脸凝重好像如灵大敌 主持人淡定地推动开关 两边的尖刺开始合并 杰森被吊在半空中没有任何工具 他要怎么逃啊 主持人提醒他还有把椅子 来不及多想他把椅子砸了个粉碎 卸下椅子腿别开两根钢筋 正好可以钻出来 尖刺越来越近 他抓着铁链赶紧往上爬 刚爬到洞口 尖刺就刺穿了铁笼 好险差一点就变成了肉饼 杰森完成了第一关 赢到了十万美金 主持人问他是拿钱走人还是继续比赛 杰森也只是想了一秒 当然是搞钱了 第二关是逃出密室 主持人告诉他按下前方的按钮 走出大门就能拿到二十万美金 真的这么简单吗 杰森半信半疑不敢前进 他邀请主持人一起去按 主持人可不敢冒险 算了为了奖金死就死吧 前方的大门开启 激光布置得密密麻麻 如果碰到一根 大门就会立刻关闭 杰森小心翼翼地跨过一根 这些激光错综交叉 他必须比猫女还要柔软 只是越到前面难度越大 很难保证不碰到激光 于是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主持人有点懵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第二关挑战成功 杰森拿到了二十万美金 这次你是拿钱走人 还是去赌三十万 他想都没想决定继续比赛 第三关是逃出洞穴 钱就在石头上 拿着钱跑出洞穴就是你的了 这么简单吗 杰森抬头看见了上面的巨石 这是要压死我呀 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王 看你运气了 杰森手抓着钱袋子准备开跑 巨石滚落得如此之快 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还好他跑得够快 翻身逃出了洞口 杰森吓得两腿发软 只差几厘米的距离 差点变成了肉饼 主持人问他还要继续吗 杰森犹豫了 这是拿命在比赛啊 搞不好一分钱也带不走 主持人提醒他下一关成功 可是四十万了 杰森决定再来一个 希望他还会这么幸运 第四关是穿越天桥 连接的平台不断移动 他必须穿着大气球走过去 如果掉下天桥他就输了 挑战的时间只有五分钟 杰森赶紧迈出第一步 脚下忽高忽低 总有一种掉下去的感觉 还好他平衡感极强 没有被迷惑 接着跳上大圆台 主持人紧紧跟着他 让本就狭窄的空间更加拥紧 然后算好时间 赶紧跳到下一个平台上 走过了四分之一 后面的路难度系数更大 时间只剩下两分钟了 杰森必须穿过这根独木桥 自己走过去都费劲 还要穿着这么大的大气球 他颤颤巍巍找准时机 直接滚了过去 本以为下面的路程会更加困难 没想到杰森的运气很好 跑着跑着就跑到了终点 他再次挑战成功 赢到了40万美金 还是同样的提问 杰森突然玩性大发 决定参加下一关比赛 这一关是逃出泳池 他必须穿越水下的四个房间 到达对岸 同时他的奖金也会向火堆靠近 三分钟的时间逃出来 就能救下40万 而开锁的钥匙 只有一根破衣架 杰森赶紧沉入水下去开房间 他的奖金也开始向火堆移动 破衣架非常难用 在水下又不能呼吸 还好杰森一直坚定 成功打开了第一把锁 他赶紧回到起点呼了一口气 然后返回去继续去开第二个房间 这把锁的锁孔很大 用衣架很快就能打开 只是想要呼吸还要回到起点 而且越往里面就越深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 为了不让奖金变成灰烬 杰森只能咬牙坚持 第三个大门也被打开 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打开这把锁就能直接上岸呼吸了 钱袋子里火堆越来越近 精神和体力的双重消耗 杰森的心态依然如初 他终于打开了第四扇门 来不及呼吸空气 赶紧拉下开关 终于暂停了钱袋子 他又挑战成功了 赢到了50万美金 那60万还想不想要 主持人又在诱惑他 杰森表示很难选 而主持人却说第六关动动手指就可以 这10万美金来得太过容易 赞助商的广告打得毫无违和感 他已经拿到了60万美金 如果继续比赛还会更多 你愿意用这60万去赌70万吗 好难的选择题啊 但是谁不想赢到更多呢 杰森决定再来最后一次 这一次他要闭着眼睛开始 为了保险起见 头上还要套上一个大铁桶 主持人带着他来到升降机上 一眨眼的功夫 就升到了60米的高空 杰森摘下头套 他双腿发软不敢动态 啥时候上天啊 主持人让他沿着独木桥走到对面去 杰森突然就后悔了 不知道70万还拿得走吗 如果现在退出可是一分没有 他只能硬着头皮上 杰森深吸一大口气 开始向前走 两只手臂左右保持平衡 一定要向前看 看得越远走得越远 过了中间点 剩下的路程有了感觉 他决定快刀斩乱马 不可能的可能竟然完成了 他是幸运的 但更多的是实力 主持人问他是拿钱走人 还是继续争夺100万 杰森信心倍增 他决定继续比赛 第八关他要逃出四个密室 每个密室里都有一盒糖饼 抠出完整的图形放在仪器上 扫描通过就能进入下一个房间 如果少一个角角 就会掉入无尽的黑暗 好在这个游戏他以前玩过并不陌生 但还是要小心的应对 圆形的糖饼难度不大 三分钟就抠了下来 赶紧拿到仪器上比对 大门打开 他们进入了下一个房间 这次的糖饼是个三角形 也没有难度 杰森很快来到了第三个房间 主持人拿来奖金以示鼓励 看着这些钱心情可能会好一点 这次的糖饼是五角形 有些难度但问题不大 手心的温度也能让它变软 很快就抠出了五角形 只剩下最后一个房间了 也是最难的一个图形 只要抠出这颗小伞 就能拿到八十万美金 气氛一下变得紧张起来 杰森也在全力以赴 但是天意不可为 伞把突然断了 一切的努力没有结果 他挑战失败了 杰森脑子一片空白 七十万拿走不香吗 为什么要参加这一关 现在后悔为时已晚 脚下的木板突然打开 他掉入了无尽的黑暗里 主持人很是同情 扔下去十万美金 希望他不会太过伤心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是你会拿钱走人 还是继续比赛呢 感谢观看